去年二月曾出演《功夫永春》剑龙卸甲的演员白靖被丈夫周成海刺死 之后周成海自杀 事后某传媒公司总经理巨春雷爆料称 乔宇介入白靖孤独间 并骗取周成海巨恶钱财 致周家悲剧发生 昨日北京市二中院证实 乔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二分减诉至该院 涉案额770万元现金及手表等物 据指控,2011年2月至3月 乔宇指使苗某夏某 分别向周成海的奔驰车破油漆 编造得罪黑社会老大的虚假事实 以此骗取周成海50万元现金名表和字画 2011年5月至2012年1月间 乔宇又向周成海谎称 黑社会老大要与周成海合作房产项目 先后骗取周成海现金720余万元 多块名表及黄金百件等物品 目前部分赃物及赃款被追缴 检方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宇行使责任 昨日上午二中院召集了乔宇及其辩护人 公诉人召开了听前会议 娱乐99整理报道